你日常生活的習慣有哪一種是錯 結錯水果 擺錯急救箱 開菜意粉 想知道有什麼錯, 馬上看 生活吉白錯 有時間了, 還沒多 他會不會閉路嗎? 不會, 你猜他是你們的樣子 經常去錯地方 還有10秒 9、8、7、3、2、1… 你看,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準時 歡迎何浩文來到《生活一百錯》 歡迎… 我想問你, 你叫他們這裡 是不是玩一個交叉現場? 又看節目吧? 當然了 不過正確來說, 不是這裡 是這裡旁邊的飯廳 我們馬上開始 交叉現場… 這次這個交叉現場就是飯廳 我已經事先秘密佈置了四個錯柱 在限時三分鐘裡面 你們要輪流入現場找錯柱 豐富的西餐已經準備好了 到底這個現場有什麼錯呢? 好, 試試 加油 開大食會 我喜歡吃沙律 雞肉我也喜歡吃 現在不是叫你找你喜歡吃的東西 快點找錯柱 很錯, 這個 因為大家都用玻璃杯 零碎, 這裡有個紙杯不環保 可能是狗杯而已 對, 你就對了, 六豪 你幫我解釋了這個錯柱 並不是我們的錯柱 沒錯 請進去 好, 六豪, 沒辦法到你 開始 交叉現場 其實出錯不在食物上 其實整個部份是甚麼呢? 是在態度上錯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吃東西最重要是櫃圓餅 我覺得他們這些叉的擺法 有些問題 沒理由, 碟碟也不一樣 怎麼會有問題呢? 放了才說 交叉, 交叉在現場 雖然這樣, 交叉即是錯 對, 這樣放是不對的 為什麼呢? 我從來沒試過去西餐餐吃東西 看人家這樣放 這樣真是交叉現場 完全是出錯 你這個錯柱就對了 將刀叉、交叉地放在碟上 這樣放的方法是錯的 而且非常沒禮貌 不想沒禮貌就要注意餐桌禮儀 開餐之前, 將餐具放在兩邊 右到左叉 吃吃停下來的話 就可以將刀叉向內白自形擺放 吃完了, 傳統的方法 就是將刀叉平衡地放在碟上 新式的擺法 就是將刀放在下面, 刀在上面扣著 這樣做就可以防止刀叉滑在地上 我有一件事我不同意 他說吃東西最重要是桌子餐餐 我不同意吃東西最重要是飽 我覺得這裡是錯的 這個位置 這個牙籤是錯的 為什麼?你看看它 它全部插出來 說髒, 所以這是很不衛生 很不健康, 很不健康的做法 所以這樣做錯 Domin, 你這個錯處是 對, 為什麼笑得這麼開心? 不過你的解釋一定有點錯 不少人都習慣用牙籤尿牙 清除食物的砂紙 不過這樣做是錯的 因為牙籤太尖 很容易令牙肉受傷 既然就萎縮, 導致牙縫變大 而且牙籤絕對不能有效地清除 腌附在牙齒上的牙菌膜 要令牙齒健康 最有效的方法是選用牙線 牙線棒或牙縫刷 你寶寶進去就找到了 你還說完 你出來的話就找到了 你試試看攝影機拍完吃 好, 炸 進食的時候不要喝炸 是會令食物難一點, 消化 很聰明, 美琪B 這個錯處是對的 一邊吃東西, 一邊喝水或茶 的習慣是錯的 這樣做是會影響消化 而且還會令食物發脹 容易飽肚, 還影響胃口 所以吃飯的時候 千萬不要習慣把水放在旁邊 教育, 夠錯處 時間很足夠, 交給你 我用一秒就找到, 順便 真的, 一二三, 開始 交給你, 老婆 這個味噌出現了什麼錯呢? 有一個P字, 即是Pepa 或是S, 代表鹽 它是一樣的 我完全分不出這是鹽還是糖 還是這是糖, 這是胡椒粉 這樣這個調味噌 只用顏色來分, 完全分辨不到 不如你試試 鹹的 也是鹹的, 怎麼搞的 弄弄食客 那你沒有錯 沒有, 但我想跟你說 這個錯處 跟我們最後一個錯處的位置 是嗎? 其實我知道 我… 我要… 我交給你… 碧玲, 進來吧 我一下子就找到, 跟你說 在這裡 這個, 這個是不對的 真是的 水果、藥果是吃完東西 或者在吃東西或吃完東西吃 胃酸出來, 溫度會很高 生果產生化學作用 會有很多汽油 從不同的地方走出來 這個錯, 是對的, 很聰明 吃飯後吃水果是錯的 因為這樣會影響消化功能 很容易有胃氣象 飯後至少要相隔半小時才好吃 吃飯之前吃得對嗎? 吃得這麼飽 會影響正餐的營養吸收 所以吃水果最理想的時間 就在兩餐之間 對於體重管理也是最好的 如果不夠兩分鐘 就找到四個錯處 美琪和六號分別找到一個 當文靈找到兩個, 輸了嗎? 吃什麼? 吃出來 好, 送你們來吃東西 吃吧, 快點吃吧 好, 快點吃吧 露燈, 露燼, 露燼 露燼, 露燼 露燼, 露燼 你們玩得很開心, 玩什麼 一起玩吧… 露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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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燼 露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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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燼 露燼, 你一點也不老 只要大一點點 你們兩個這麼小, 這麼認識, 很乖 露燼, 露燼, 很累, 趕到我坐下 那我幫你按一下, 不如 好啊 露燼的肩膀很緊, 全都緊了 幫我按鬆它 露燼, 我又幫你按… 好啊… 你們哪個按得更厲害, 按得更舒服 露燼, 露燼, 給你們多點靈勇字 好不好? 好啊 我按啊… 錯了, 你們真的錯了 你不幫忙按, 幹嘛說我們錯 就是了, 你怕爺爺不讓利用錢 不, 因為你們真的按錯了 我用吹按, 有什麼錯? 我用拳頭按, 有什麼錯? 對了…平時我一個人 肩膀硬了, 都是用拳頭自己按 要按它吧, 很多路有機都是這樣自己按 乖酸有什麼錯? 我又說了, 叔叔幫你按錯了 當露燼的時候 我們上次用拳頭按鬆它 其實是錯的 因為我們的身體 如果接受到一種衝擊力的時候 當那個力量大於某個水平 例如用拳頭按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會想保護自己 因為免受一個傷害 這個屏障的效應 我們叫做一個保護性的勁鑾 就是周圍的肌肉 來到它繃緊, 去保護你 所以反而會僵硬了 而你按的時候覺得輕鬆了 只是一種感覺, 從錯覺來 覺得舒服了, 並不是真的鬆了 原來我一輩子都按錯了 難怪自己的幫頭經常都覺得很硬 然後又經常很累, 又很晚睡 又不可以用拳頭按, 又不可以用拳頭按 我的肩膀經常都很硬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鬆一下肌肉? 爺爺 阿智, 我們來縮縮 當我們覺得肌肉在繃緊的時候 其實有幾個做法 可以馬上覺得鬆弛 第一個, 我們可以利用熱膚 例如可以用一些熱膚墊 大概調校到溫度四十二、三度左右 把它放在環柱上, 十五至三十分鐘 你的肌肉就會馬上覺得有鬆弛的感覺 第二個做法, 可以用一些伸展 就是我們平時俗稱的拉筋 只要把你覺得在繃緊的肌肉 拉長它, 處於一個有上拉長的狀態 來維持十五至三十秒, 重複兩次 這樣肌肉都可以放鬆 還有一個方法可以用按摩 靠你一對手, 例如我們可以用一些拿捏的方法 把繃緊的肌肉捏下捏下 用中等的力度, 大概做十五至三十下 又或者用一些旋轉式的柔按法 換言之用你的手掌在肌肉上面打圈地轉 中等的力度, 十五至三十秒 都可以有效地放鬆你的肌肉 疙瘩, 架是否舒服 舒服 疙瘩, 我練習得舒嗎? 很舒服 那就是我們每個都有零用錢? 太舒服了, 睡得很晚了 疙瘩, 起床吧 你已經呆了一分鐘 我知道了, 她一定是準備參加法外大賽 不是, 奇奇, 你看她看著包意粉 一定是在想待會煮什麼意粉給我們吃 首先第一, 我不在發呆 第三, 我在想包意粉 我剛才還沒說 你在想煮什麼意粉給我們吃 你又休息? 我不是想吃, 不像你那樣 我在想包意粉怎麼開 怎麼開都要想 就是把包意粉直打直, 這樣開 當然不是 平時應該是橫向這樣開的 我沒見過人這樣開 你沒見過人這樣開, 不代表不對 到底他們兩個開意粉的方法 誰才有錯? 不管不知錯, 下一節回來你就知錯 不猜不知錯, 到底怎麼開包意粉才對呢 他們兩個之中, 誰是錯? 她錯 沒輪到你們了 平時如果我家, 我會這樣剪開來 好, 這樣啊 這樣開的 這裡剪, 我會這樣 這樣嗎? 對 這樣剪開了 就是這裡, 剪開開 我教你, 打橫剪 打橫剪, 是這裡剪的 是 你看, 很多人都像我這樣開的 你試過我這個方法 就知道我的方法是正確的 別說太多, 開來見我 好 很猛的 不是那麼快 你的袋子這麼小, 當然是他快很多 不過快不一定代表好 好, 你就有見地了 現在你剪完之後, 剪開那些怎麼辦 剪開那些, 這樣 算了吧, 你住手 這樣剪個意粉袋 剪開那麼少空位 意粉又那麼長, 當然很難包 而且這樣很難保存, 為什麼? 因為很容易走氣 我這個方法就不同了 把袋子橫剪開 意粉不僅很容易就拿出來 用剪開, 還有那麼多空位 當然容易很多 包完還整齊很多 不單止意大利粉 用這個方法 同樣可以處理烏冬、麵 真的方便很多 以後不要再剪錯了 現在怎麼辦? 意粉全都開了 事到如今了, 怎麼辦呢? 當然是煮完它來吃 好… 你還坐在這裡, 快點動 我負責吃的, 怎麼用動呢? 吃吧 還有嗎? 會生了一點嗎? 不會的, 剛剛好 這是什麼食法? 生吃 來吧 給點力氣 小心點, 不要這麼大力… 快點, 快點 行…行嗎? 行嗎? 很棒, 這麼美, 牛肉也煮得多美 但是你要我磨刀刀這麼美, 煮什麼? 總之很棒 到了 要煮它們 不是, 是切它們帶來的水果 到了 吃吧 很新鮮的, 先吃哪一天? 那先吃西瓜吧, 好 錯了, 完全錯了 這樣切, 不然怎麼切西瓜怎麼會錯 西瓜不是這樣切的 不少人切西瓜 都會先將西瓜打直分開兩半 再將西瓜分成一塊塊 不過這樣切 吃的時候, 西瓜就會弄得整塊面 其實都是, 真是不方便的 其實只要將西瓜打橫切開 將其中一半平均切成一格格 西瓜拿出來就會變成方條形 剛剛就是一口一口的大小 吃的時候就不會那麼順勁 特別好吃 吃西瓜沒那麼髒難的, 下部又方便 因為我真的很介紹 吃完西瓜, 不如… 吃這個紅石榴吧 不考了, 這麼麻煩 你切開之後還要一顆… 你切開來吃 還以為你很會吃 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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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是錯的 吃石榴當然不會逐顆一顆一顆吃 吃真的吃到天亮 先將石榴切開一半 然後準備一個大碗 將果肉對正一個碗 再用匙巾用力地烤 果肉就會很容易掉出來 這樣吃石榴, 你好棒棒 不如我們吃金吧, 好 好 好, 最擅長, 我猜想一點 從小撕到大撕給你們吃 錯了, 完全錯了 用你的方法先撕開金皮 然後再分開金肉 簡直就是免得失事 其實用刀將金的頭尾切走 然後再在金的旁邊切一刀 將金撕開, 神奇的事就會發生 金就會很整齊地排列好 吃的時候方便很多 這樣像整個藝術品一樣吃 最開心的, 吃金 不如吃奇異果吧 好 拿來吧, 剔皮我拿手 不用說了, 你一定錯了 你對, 剔皮是錯的 用刀剔皮, 技術不好 連肉也剔掉了, 真的浪費了 其實只要將奇異果的頭尾切走 然後將匙巾插進去 再沿著果皮慢慢轉 整個果肉就很容易拿出來 現在呢 你的嘴巴也很小 你發現了 不如吃我最喜歡吃的士多啤梨 好…士多啤梨最方便 不用剝, 不用切, 整顆吃 潮來興連丁整顆吃的嗎? 其實不用切, 有一個方法也很方便 這個時候就可以用飲管 插進士多啤梨裡 丁就可以連根拔起了 好, 請多啤梨 文芳, 你今天快得鬼火這麼漂亮 你真是我平時不漂亮 不…你的唇膏挺漂亮的 在哪裡買的? 你真是會貨 我上次在泰國買回來的 是否那隻不脫色的? 對…你也知道的 很難買的 很好用, 真是很好用 你知道今天來了一個新教練嗎? 聽說是男生 聽說是很英俊 聽說是單身 聽說他還挺有錢的 雖然只說單身, 但我想你是說我 你就是新教練 教練, 我最近提升了一點 我想選那一點 我也是 但你們打算這樣做運動, 是嗎? 是,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錯了 你不是教練嗎? 我是教練 你為什麼說我們錯? 化妝做運動就錯了 化妝不能做運動嗎? 不, 嘗嘗聽他說 運動的時候化妝當然錯了 因為你要知道運動的時候 汗水和油脂分泌會旺盛 如果你化妝的時候 他那層做了保護膜在臉上 很容易阻塞毛孔 尤其容易令油脂增生 或者暗瘡的情況變差 而另外要留意 因為本身來說 很多妝都會因為出汗水而溶化 如果本身是皮膚敏感的人 有機會因為溶化的化妝品 刺激了皮膚 所以有些人做了運動 越做越痕 就可能因為對溶化的化妝品 有敏感的情況出現 我沒試過不化妝外出 不化妝會嚇死人的 其實如果我們想打打底 塗一點東西可以嗎? 其實隔離箱是沒問題的 如果要塗防曬就要注意一下 塗防曬其實很多要注意 一定要塗對的防曬 叫防止外線B和A 有一個叫做SUN PROTECTION FATER 叫做SPF 最少30或以上 另外看看產品有沒有防止外線A 通常看看PA有沒有加或以上 一般室內的環境 不需要塗防曬 普通光管或LED燈 都不會令人曬黑 但要留意 如果你附近窗戶比較大 其實它也會有很多紫外線 或者陽光曬到你的皮膚 那些情況就最好塗防曬 錯了, 錯了 想不到我這麼多年來的習慣都是錯的 不過幸好有你教我們 不用客氣, 專門教練 不如這樣吧, 你等我們一會兒 我們下完之後再回來上課吧 對…很快… 等嗎? 傻瓜, 我倆都… 時間到了 糟了… 什麼事? 我不見了那個手飾箱 我的天 怎麼會的?你放在哪裡? 我記得了 你那個手飾箱是什麼樣子? 工廠, 但是是膠箱 是膠? 看你平日沒什麼東西 你幫他找找, 好嗎? 好 我找到了 怪不得找這麼久了 美記, 你真的把藥箱變成手飾箱 你懂什麼? 我這樣放, 如果有刷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我把手飾放在這裡 夠了安全 最糟糕的安全度 連你自己也不知道放在哪裡 藥箱應該用來擺藥的 人人家都應該要有一個 你有什麼頭暈、身氣、跌倒、流血 拿來急救, 有它就不用怕了 錯了, 全部都錯了 有什麼錯?美琪錯了 錯了錯了 你把藥箱當作急救箱 什麼?藥箱不就是急救箱 急救箱不就是藥箱 叫名字不同而已 裡面就是擺藥、棉筆、膠布 喜奇, 你不僅是錯, 錯得太離譜了 急救箱是每個家裡必備的 不過不少家庭的急救箱 都會放藥物、膠布、紅藥水 棉花、藥膏等等 那就大錯特錯了 正確的急救箱 應該把藥物和急救用品分類 就是藥箱歸藥箱, 急救箱歸急救箱 藥箱還要放在小朋友 不容易接觸到的地方 很簡單, 幫我們幫忙拿藥出來 放在另一個箱裡就行了 好 好, 分開之後 急救箱就不會錯, 是不是? 這也是錯的, 你看 完全不合格格, 尤其是這一段 紅藥水本來用來止血 藥藥水本來用來殺菌 黃藥水本來兩樣都有 但是查完之後 醫生很難判斷令傷口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些不流行 那一個正確的急救箱應該放什麼? 是不是很想知道呢? 問他吧 一個合格的急救箱可以先把它分類 首先是個人保護的裝備 包括了口罩、手套 用具方面探葉針、洗傷口的腰兜 敷料用的鉗、消毒藥水 而坊間有兩種形態 有枝裝和獨立包裝 獨立包裝在坊間容易買到 有三種顏色 常用的是透明的生理鹽水 適用於清洗任何的傷口都可以 另外還有一些不同的膚料 我們包括了一些黏性和非黏性的 坊間也有一種叫做膚料包 而這隻膚料包包括了膚料和燈帶 結合在一起 最後要有本急救指南 在一個急救箱裡面 以備不時之需 我決定要換了一個首飾箱 我決定要換了一個急救箱 我決定要換了你們兩個 你們做生活一百錯的轉持人 想不到做什麼都會錯 不錯, 怎麼做生活一百錯? 沒有我們, 又怎麼顯得你聰明? 就是了, 別管他們 有他們多開心, 舞低比較高 是呀, 說得好, 鬼聲… 我姓陸的 是呀, 小姓河 是當民來的, 是呀 一邊吃飯, 一邊喝水? 化妝, 做運動? 打鬆肩膀 這些習慣都是錯的 不想再做錯 當然要繼續留意 生活一百錯